Hello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安理事呢 会迎来一位非常特殊的朋友 我觉得她是演员中的时尚博主 时尚博主中的小画家 小画家中的女明星 张雨昕欢迎 Hello大家好 我是张雨昕 欢迎来到男朋友 安理事 我今天看到雨昕的第一反应 就是整个人真的是很鲜瘦 我觉得比视频和照片更加好看 我就是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说有什么现场活动的机会 可以建议一下雨昕本人 我之前有关注你的社交网络 我看你有分享 说自己现在只有70斤 前一段时间吧 76 但是现在已经有84斤了 今天我就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我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小难题 我想冬天不变胖 所以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自己发明或者是自己特别适用的瓜式懒人减肥法 我觉得吃磨鱼 我知道是很多健身达人会吃的那些 对对对然后包括我特别爱吃地瓜 所以瓜 解释这个 就喜欢带瓜的东西 有没有那种不需要很多运动 但是能够瘦下来 首先前提你还是不能吃太多 对不对 而且我的习惯是少食多餐 这个真的非常好 如果说有一些轻微的运动 我觉得挺好的 比如说特别爱看电视 你现在很享受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再做一点让你痛苦的事 因为你的那个注意力反倒都在这个电视上 然后你再去做深蹲也好干嘛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 转移注意力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我就特别懒 我特别不爱健身 你有没有就是你经历过 或者是你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减肥或者减脂的小五句 我还真是挺有经验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 总觉得自己上镜脸胖 我那段减肥的时间 反倒是就是不好受 因为我每天只吃一顿饭 恨不得睡觉的时候 都是闭眼就是饺子 包子 面条我真的好痛苦 早上起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在拍戏 然后正好早上楼下一楼可以吃自助 恨不得吃一盆 然后呢就会导致一旦吃饭 你马上体重就上去 我觉得那个方式是最错的 然后我就开始任由自己饿了就吃点 然后就养成了现在少吃多餐的这个习惯 反倒就是很难胖起来了 我刚一坐过来就是偷瞄一下你们 然后就看到雨昕她的 怎么为什么突然就没事 直起来就是她的整个体态整个背是非常直的 所以想问一下如何练就雨昕一样的天鹅颈 手可以合在这个后面 稍微使点劲往后 然后你这整个部位呢就都可以被练到 就整个阔胸 你把手这样头向上然后把嘴撅起来 撅起来 因为它还可以用到你的肌肉脖子正面 这是一个什么画面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手呢就这样往上抬 我们像不像两只小黄鸭 但是它很容易这个地方就会酸痛 因为它也可以剪你这个位置 白白肉 对然后也可以让你整个后背变得更薄 就是干护不如 我看你头发 就整个发际线也特别好看 然后有一些小龙毛什么的 平时会护发吗 生发液是一定要用的 生发液 我没有用这个习惯 因为它很简单 其实你就可以跟护肤品一起涂 所以它是真的会涨 据我了解 我认为生发液一停肯定不行 就得一直用 对 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那我们护肤又要再多5分钟了 它会让头皮变油吗 分产品 不会油的等会私下推理一下 我告诉你 语系有一个非常热播的剧 现在在播就是夜三勇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我就是一个柯拉了 不是不用说 就是一个很大大的柯道了 大家一定要去看 我对这个部剧最大的印象就第一集 就是我觉得演得太 就是活灵活现太好了 就是你最久的那一段 咱们就是反复观看一百遍 所以作为一个正经的美妆博主 我当然不能只看剧情 我们还是要cue到一些干货的东西 就比如说那个醉酒那个妆容 想问一下 那个妆容的小巧思是什么样的 再插一句 语系有非常多 自己剧中的妆容都是可能自己设计 自己去画一部分的 很厉害 问到正主了 那个妆挺简单的 我的脸的这两侧一哭 会有点以前动的动窗 所以它索性这两块也红 就是自带这个醉酒腮红的效果 然后反正你就把旁边两边 给它晕得差不多位置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女生哭起来 包括冬天冷的时候 鼻头红挺好看的 所以鼻头我当时也是加了一点腮红的 就是一样的色这样扫过来 对 还有呢就是眼下可以加一点点红 最好是眼影 因为眼线笔它可能会有点清楚 然后就是眼影你稍微戴一下眼下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现场一些小道具 想说让本身就特别绘画 醉酒妆容的雨昕 来给大家现场还原一下 我们有准备这样的 非常专业的卡纸 所以就平时你在选择腮红的颜色上 有什么讲究吗 腮红的话就像面中 可能会用这种淡一点的颜色 饱和度要低一点的 有那种膨胀感的 是的 我不是特别喜欢用修容 它不需要 因为我特别害怕 眼看起来也太瘦 如果说化妆技术不是很好的话 有时候看着有点显脏 我以前可能就是曾经用力过猛过 有点阴影 说不上那种黑了八却 你们这个选的模特 颧骨有点外扩 我要给它修个容 因为我了解到你画画画的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画画技巧 对于就是人化妆技巧也是有加持的 都挺同理的 对 我要给它来个口红了 看它什么色 今天就没有一支是摘得对的 就这个吧 主要是它是那个 就是这样液体的吧 我就寻找它可能 哦 天呐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好一点 好一点 好一点 来 我们来一二三一起展示一下 三二一 我俩代表两个色系 当然我觉得这个醉酒呢 就是分为几种场景 那有一种呢 比如说你是在西餐厅喝多了 那但是跟你去烤串 喝酒喝多了是不一样的 因为烤串之后呢 你有可能你的口红会怎么样呢 会花掉了 对啊 所以这个醉酒妆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能呢 所以你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的 你这个呢 应该是在海滩 白天晒了一天了 脸都晒伤了 我们来输出一些干货啊 那我这个上在这儿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脸比较短的女孩 或者脸比较烹的女孩 腮红可以上在眼睛外面这块区域 会显得她整个脸不那么宽 然后也不那么短 视觉上有提高这个脸部的一个效果 女系这样的腮红呢 面中不长的人 她是可以这样画的 如果说脸比较圆的话 就特别适合女系刚刚说 她自己本人不是特别感冒的那种收脸色 就是那种修容色 你就可以这样子斜方向去打 这样子它有个收窄你这个圆圆脸部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你面中比较偏长的话呢 眼下腮红的位置要更加在鼻翼这一侧 这一侧呢 会就大面积的去缩短你这个面中的长度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幼态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你还记得初吻什么感觉吗 手机炸弹游戏挑战 节目组随机定时30秒 到两分钟内向任意一人提问 将手机给被提问的人回答问题 你有什么自己的小癖好吗 并且在将对方提问 以此类推则为获胜 哦 我爱喝奶茶 你爱喝什么 我爱喝咖啡 啊 那现在我们上一条手机 可以了 已经开始了 Round 1 开始了 你觉得剧中角色跟你最像的性格是哪一方面 最像的性格是哪一方面 嗯 这就给我了 那个 坚 坚强 对你 对你 有我的问题 那个 你平时你坚不坚强 你平时坚不坚强 我很坚强 你还记得初吻什么感觉吗 初吻就是紧张激动有点快乐 然后你那个 你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 王嘉尔正的男生 你觉得许清悠的这个人怎么样 许清悠人非常好 你觉得你自己人怎么好不好 好 我特别 我就应该还给他 吓死我了 不会下来还是我出吧 你内心认为比你美的美女是 比我美的美女多多了 你现在就比我美 不行了 不行了 还有什么 什么 那个什么 牛爸不做艺人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赚钱赚什么 你不知道哪张东西你想做什么 我想 我想做丑丑丑丑医生 你今晚吃什么 我家晚上吃菜鱼 你今天晚上吃什么 吃 吃饼 你有什么自己的小屁好吗 我我爱喝奶茶 你爱喝什么 我爱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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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下来还是我出吧 还有吗 没了吧 你还想再来一门吗 做演员的幸福感是什么 每天都有很多剧情 明天早上吃什么 明天早上吃什么 我腿很软穿什么 你觉得很冷静什么 如果腰很长 怎么样就不腰长了 腰很长 怎么样就不腰长了 我把你吃脚 我说了三句 这个是概率问题吧 怎么惩罚 这个惩罚就是 一只男男用上海话 张雨昕用东北话 演绎夜色暗泳时 经典场面 这不是吧 我当莫灵姐 你当雨昕 听优吧 哈哈哈 听优 哎哟 哎哟 我慢慢弄啊 是不是我漂亮啊 你怎么做的呀 你为什么不做的 本来我 我刚才结婚了 这是我德国的 但是自己有一点老毒 老毛子 你可可好看 好看 你又不懂美话 这准是俊的意思是吗 对 真准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说得了 你怎么觉得 四文败的 帅话怎么说 四文败的 哈哈哈 我把你说 一日就要清晨清理光 干啥呀 你疯了 我把你说 我没别的意思 我觉得 你到底要做啥 啊啊 哎呀妈 都给我热了 快快快快 可以说出自己想要的 好 嗯 我要氛围灯 你睡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要8号补光灯 啊 啊 进了 进了 我这会认诀了啊 氛围灯 我这会认诀了啊 氛围灯 我这会认诀了啊 我帮你拿氛围灯吧 好不好 没事 拿它都是 黑箱 我会带换一个 7号氛围灯 哇 太简单了吧 在这一轮已经找回了面子 找回了自信 我要公仔1号 你刚刚想说拍照光线是最重要的 嗯 光线是最重要的 那打光的话你有些什么小心得吗 平时我看你有拍一些小视频什么的 我是喜欢面光非常匀的 我也是 嗯 所以就是一个大白灯对着我的大脸就这样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匀一点的光 我可以买个这种小点的补光灯 然后调的弱一点 就是下面面光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没有的 我现在补了之后 是不是整个下巴这一块 包括脖子这块都亮起来了 那这样整个脸看起来会更加柔和 然后整个眼睛这边会有个小小的光圈 会很上镜 1 2 3 哎呀 我跟你说这个照片成了 成了 成了 我也是很厉害的 大家拍照的时候呢 就比如说远的是这样拍的对吧 然后如果说想要近的话 不要凑这么近 人它是会畸变的 你的脸就这样 你就远远的 然后把它这样子拉近 在这边补一个面光 我拍照真是太好看了 这位姐姐你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拍的还行 她也不能说不行 她叫红极大批吧 现在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固定栏目 欢迎来到难得直播间 我是今天的安利官张雨昕 那雨昕作为今天的安利官的话 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两个很简单 然后很平价的小物 一个就是这个 平时因为大家都要防晒 然后这个它是 裹上以后会白一点 然后我就把它当做接脖子的 它会有一点点素颜霜的效果 它主要是因为有点白 你平时接接手呀 接接脖子 然后又很平价嘛 所以就 大面积的抹也不心疼 对 不心疼 还有一个就是腮蓝 腮蓝 其实它就是跟高光很像 但是它是很多都是蓝调的 蓝调呢 它会让你整个脸看起来更白 用来提亮的话 所以你会画在哪个系织 就是面中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 这个法令纹的位置要提一点 就基本上鼻脊底的位置 鼻脊底法令纹 鼻子中间也可以 刚就化妆台里面 捞出来的两样东西 又是我 我又来了 我知道你们看我已经看烦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今天呢 我想安利的东西 是我同样这个发型 我有准备其他的东西 但是梳了这个发型之后 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来教你们一下 所以这个呢 我后期也会出一个小小的教程教你们 那这个是怎么做 其实特别简单 我们就只是 梳一个低马尾 对不对老师 梳一个低马尾 然后买一条这样的珍珠链条 或者是什么其他星星链条 跟你自己的低马尾 编麻花编在一起 是不是 然后再是给它盘起来 盘起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旁边呢 需要露出一些鸡毛 时尚感 就是这么 几根鸡毛带来的 明年某某杂志就轻易去看出来 为什么就要留一些链条呢 这个链条跟我今天的这个 这身白色的西装 我觉得有一些呼应 西装这个本来是显得 有一些中性 很酷萨的一个小元素 加一些珍珠呢 女性的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就很好的中和掉了 前面的刘海 看你们自己的脸型 我发行师说了 我本来想要卷一下 她不让我卷 她说值得是高级的 大家把高级打在公屏上 因为我开头有讲到说 雨昕是我心中的 时尚博物中的小画家 然后我也有翻她很多很多的社交网络 她画画真的是特别好 给你准备了一些小小礼物 就节目组 咱们正式说 能不能低调一点 咱们说 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彩 谢谢 这个小小一盒还好带 对 是的 因为我的手写信 对你满满的祝福 之前有看你 小浩一周会直播吗 最近都没有直播 是在忙什么 就是太忙了 宣传剧 还有一些拍戏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直播是想跟我的粉丝聊天 尤其是最近我的 就是休息时常不太够 然后我又怕说如果直播了吧 我看起来不是很精神饱满 大家可能看着也会担心 可以理解 在闲暇时间就休息的时候 会追一些什么剧吗 一般化妆的时候都会看电影 什么类型会给大家推荐一部 像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是叫 《至暗时刻》 演员可能平时多看看电影 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样可以听出来 就与其是一个我觉得事业性美为 就是对自己是很有要求的那种类型 那今年的KPI有完成吗 完成了 因为一直在剧组拍戏 那明年呢 有一些什么小小的想法 在演技场有点进步吧 因为有的时候 其实也挺力不从心的 也会对自己很多很多很多事情都特别不满意 可能觉得有时候自己还不够勤奋 所以明年希望能够在演技上 然后在很多地方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加好的表现吧 有努力的人他只会想要继续更加努力 就想要变得更好 对着粉丝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新年愿望 或者是对他们这些新年寄予吧 马上就要过年了 新的一年里我最希望大家的还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什么都没有开心重要 大家都说到了啊 好了今天特别开心能够跟雨昕 度过一个很开心开心的夜晚 然后也收获到了很多干货 变美小技巧 那非常开心雨昕能够来 跟大家say bye bye吧 拜拜